在节目当中有相亲遇见亲戚的 有遇见朋友的 那今天节目里的大哥大姐呀 他们相亲遇到了老同事 俩儿三十年前是在一个单位上班 相亲那天呢 开门的一刹那 大哥一眼就把大姐认出来了 还准确的喊出了名字 可大姐呢 却不记得大哥了 红娘就纳闷了 说毕竟三十年没见了 大哥怎么对大姐印象这么深呢 大哥呢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就说了 原来啊三十多年前 俩儿还都没有成家的时候 大哥就对大姐印象不错 只是后来工作调动 回头再打听的时候 大姐已经结婚了 没想到三十年过去了 缘分又让俩儿遇见了 你好哥 我是原来哥 红娘小琪 张学青62岁 退休金3000元 打工工资5000元 婚姻状况 离异 居住地 吉林市 住房面积40平米 我看着大哥呢 你这厨房开始没吃了 有心没大事 人家来了都挺幸福 我先整点吃 不用啊 你看我这刚炖的 买了小劲哥里头 你这都炖好了 都炖好的 我这边炖的鱼 我没敢买太大 太大炖不了 这就挺大的我心 到时候大姐来了 让大姐 大姐吃 我心来了咋 吃些甜了 刚来到张大哥家 红娘就闻到了满屋的飘香 大哥说了 自打知道红娘要来呀 提前好几天就买好了菜 准备让大家伙尝一尝他的手艺 平时大哥这手艺真是不错呀 我还行 我在部队就给拿出来给你做饭 原来在部队呀 对 在部队的时候我就给这边战友 啥的给做饭啥的 七八年去的 待了八二年后也来 那在那个部队的话都是干啥呀 我那下是一开始在新明年 我那下带班来的 后期呢我就回马车班 那些部队都泡兵了 回马车班 在马车班干了三年 我又回去开始带兵 主要就是啥 就是野战兵 那大哥他说在部队下就做饭呢 在部队下 不行啊 我们那下搞野战干活时候 那就得给那下 那个这帮子 办理人大伙吃点饭 大哥曾经当过四年兵 回忆起和战友们 同吃同住同训练的日子 他觉得还真是让人怀念呢 虽然那时候苦点累点 但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呢 都是从那时养成的 我带部队那是真好 咋好呢 这天天锻炼呢 我天天就是可以这么说 我天天找三种血 或者两种血 那大哥 你这确实是在部队给你培养的 做饭和居家过日 啥应该是这样的 对对对 这一看你就是刀兵啊 这床 这块都给他 整个这么板着 人家都是四脚四脑的 现在就不那么整了 不那么整了 大哥你这柜头 酷的他摆得挺绿色呀 我习惯了 就是说我穿两台衣服 我必须得脱了 搁盐水泡泡 完了 完了水拿得洗 搁盐水吗 搁盐水泡 去那汗味嘛 汗味得搁盐水 完了再搁那洗粉泡 泡完之后再搁点那啥洗的劲 你这道工夫挺复杂的呀 那没着 人家你自己习惯了 在部队的时候就习惯了 我天天玩远铃 早上三点钟就开始跑步 三点多就开始跑 天天的 一天我要走步 得走两万多步 张大哥说 在部队锻炼的那四年 不仅自己会做饭了 还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也就是这样 现在啊 他的身体素质特别好 即使已经六十多岁了 张大哥还经常出去 打工赚钱呢 完了一上班的时候 八晚上就上班了 你还上班呢 就是跟家装的跟着 主要就是屋里整个建筑 从毛皮房一到那还装修完 那大哥就是帮着装修 对对对 我都朋友老板干 是朋友开的 对 我就是打了下手的 就是那个阿姨有点劣活的 是刨线钩的刨枪啥的 我干的 我一天扛都四五百代了 扛啥呀 有时候扛随机扛啥子 这是你宿主 我一天四五百代了 天天那么扛 就是那个阿姨有点劣活的 是刨线钩的刨枪啥的 我干这个 我包的活一天都四五百 一天都四五百 对 我要包就是四五百 要不包的话一天就二百块钱 那一个月的话 你得出去干多少天呢 一个月那看二十多天 我要就包活 就屋里一堆一块 给几千块钱我就干了 那就两三天活 两三天活 我要干就是两三天活 那你平均来讲 一个月能打多少钱 五六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 那也行啊 大哥你就是有退休工资没 现在退休工资据三千嘛 有工资还这么拼命干 我就是断了断了身体 在这边家事 干多年了 我干十多年了 但我不干了 我年轻的时候 活的那啥可好了 你能干 现在多少就寿司大了 所以多数也差了不少 那大哥你就是现在是 就是还整这个活 你年轻时干啥的 我年轻时干啥 就是最早 我服务会在博力厂 完了后博力厂效应不好 上哪了上资裁厂 江河路板材市场退的 建材厂 现在是板材市场嘛 那就也是跟装修有 对 那下我在剧上干活来的 就是 那个时候都负责干啥的 我就是给南韩组装 那个床 组装床 对 那下是给南韩干的 现在的张大哥 只要朋友找他去帮忙干活 他都会去 不仅能锻炼身体 还能赚点钱 但他告诉红娘啊 这些也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是能打发一下时间 自打2004年离婚后 这屋子里啊 就再没有个女人了 日过的吧 还行 就是双方的皮都不好 他皮也不好 我皮也不好 你俩都用啥事干的呀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 今天他这个事 明天我那事 咱俩就这么讲讲 张大哥和前妻都是急性子 俩人经常因为生活的小事吵起来 但他想着 过日子嘛 哪有不吵架的 平时能忍就忍一忍 但张大哥说呀 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绝对不能和他母亲吵 2004年的时候好像是 回记忆给我父亲上坟 挪坟 吵了一会 他在那屋打麻将 或者吵了一会 谁在那屋打麻将 我媳妇 我妈都别玩了 没让上坟 你玩了干 她咋回妈 让我给她揍了 她就说那咱俩没过了 我说那不过就不过呗 她跟我妈打仗的不行 因为我没有父亲 我60年 她61年去世 我姐老大 俺们五个 俺家全我妈拉上俺们 这么些 在2004年张大哥和前妻离了婚 离婚后张大哥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他发现一个人的日子真是挺难熬 还是得有个知冷知热的另一半啊 那大哥现在想找个啥样人 我现在找个就主要啥 就是得俩人一见面 就是说得你瞅我行 我瞅你能过日子 这就完了 就是至于你挣不挣钱 跟我一点关闭 我不想介绍这个 首先在那家具 我医保就行 俩人会对我 以后对我医保 能拿得出吗 如果他要会过日子 我工资就可以给他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张大哥觉得条件不是最重要的 还是得能聊到一起 能知冷知热才行 于是红娘联系到了 同样家住吉林市 性格温柔的王秀杰 王大姐 王大姐 你好 我是原来报 红娘小琪 王秀杰57岁 退休金2300元 婚姻状况 离异 居住地吉林市 住房情况 赞助女儿家 大姐你那个是啥呀 这是啥呀 黑茶 黑茶呀 我代理也就是厂家 那个暗化黑茶了 你代理的那个黑茶 对对对 大姐是那个自己现在还 整那个买卖吗还是啥呀 就是我们就是发那个网 那朋友圈啥的 他就联系我了 自己喝也对身体保养挺好的 挺好的 就跟代理的一起做 完也跟着喝调理身体 那有啥作用吗 他 他能就是 最主要的是排毒 对人身体排毒特好 王大姐也平时喜欢喝喝茶 他说了喝茶能起到排毒养颜的作用 所以在朋友圈卖点也算是有点盈胜 但自打外孙女儿开始上学后 每天就是围着他转 生活的重心也转向了孩子了 不整了就给家看孩子了 他妈出去上外地打工去了 因为今天是钱 好像脚子不好赚 先出去看看去 反正我是为了孩子 让他们多挣点 以后到时候有个急需啥的 大姐平时在哪屋住 在楼上 这就是为了宽敞 在下面热 我愿在楼上睡觉 这是后拓展开的呀还是 不是 他买就带的 就是像阁楼是那种的 这是我家厨房 我和我家宝贝给这五岁 他有他的五 他不给这五岁 完那五就当储藏铁儿了 完他就和我打一个五岁 他自己不打一个五岁 那就给这五岁 因为女儿在外地打工 姑爷每天上班早 照顾孩子的任务 就交到了王大姐身上 如今外孙女儿已经十多岁了 王大姐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 她觉得趁着年轻 自己也应该找个伴了 但她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对方一定要有房子 因为自打2000年离婚后 王大姐就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家 我没有房子 想找一个有房子的 大姐原来没有房 原来就是跟孩爸姐婚的时候 那是那个跟他爷他奶奶一起住 完了之后就是离婚了之后 人家都是他爹他妈的呀 然后我们就出来了 那一说大姐才没房 对对对 自打离婚后王大姐就没有买房 可他说了之前自己也是有着不错的工作 是前夫说让他安心照顾家庭 大姐才辞去工作的 我自打玻璃厂就是一个饭店 玻璃厂下属一个饭店 在那时候管仓库就算服务员吧 管仓库 那挺大呀那个饭店 挺大的 那时候一个月该加奖金 发现也不固定 能开四五百块钱 有时候能开千八二的好像也能 真是公差开三来块钱一个月 妈跟咱们差这么多 那时候我们条件是挺好的 初心那时候一散就买一些 那时候实际上查理你知道吗 你都知道啥样的 那时候查理那些都三百四百 一般人都买不起 是鞋呀 对对对 就是那种高档的东西 就三四百块钱 那时候就中三四三十十块钱嘛 完整的少 我们就那时候好像开的多点 就是穿这些东西 你们都可羡慕了 确实是 八八年有的我姑娘嘛 完他还不让我上班 他说对我上班 他那时候工资就挺高的 他说对我也能养活得起 你就在家就带孩子 那时候孩子不大 那时王大姐想着 前夫有着稳定的工作 家里生活也算富足 看着刚刚出生的孩子 王大姐同意了前夫的提议 可渐渐的王大姐发现 前夫开始不给他生活费 加上邻居的风言风语 他才觉察出前夫的不对劲 时间长 再开始是给钱 后来不给钱了 邻居啥的都认识我们嘛 然后就邻居问我妈 他说你家姑娘跟那个离婚了 就是跟人家他离婚了 我妈说没有啊 他说那我看眼镜 怎么还领着眼镜 给这块猪坡房子住你 我这才知道 我领孩子就走了 与前夫离婚后 王大姐在家里人的帮助下 孩子渐渐长大了 成家了 如今外孙女儿已经十多岁了 王大姐觉得 她的任务也要完成了 自己也应该考虑一下 未来的生活了 那大姐现在想找一个啥样的呀 我想找一个 能三千块钱以上也行啊 就是这些码的能 就是举驾过日子哈 到苏尔大了 互相就是旅旅游了 溜着溜着了 也就这样事的 找一个就是家里 就是她家里头是没啥负担的 是不是就一个人 有退休金有房子 是王大姐现在找另一半的要求 那不知道她与张大哥的见面 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哎 哎 你好 往里去 走 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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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们一单位的 我很一单位 我丑好像是 你是不理想的吗 对啊 你自行的吗 对 我们集体 这刚一进屋 张大哥直呼 认识王大姐 可王大姐却不认识张大哥 那这一次的相亲 能否成功呢 广告之后 相亲继续 年是欢天喜地 年是国家还原 但过往的好多个年 对他们来说 都是孤独的煎熬 我就自己来整点水晶 在这看村啊 心里的还是不是村 没别人就已经叫自己啊 年人不是家 你应该是都这样 过年了 原来不晚 放心不下 这些独居的老人 于是 应该不是初一吗 知道你儿子不在家 我们来陪陪你 干什么发了 我们原来不晚的红娘 回娘家来了 他已经收拾了 再过年了 你说我们来 我们帮你收拾了 今天这么多人来 你看 气个不一样 这过年了 你陪我来 我多高兴啊 原来不晚 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孤单 也让我们懂得了 陪伴的意义 她说你放心吧 原来不晚 那红娘来陪我过年来了 哎呀 我都快四十年 不来看冰灯了 以后我们年年都陪你过啊 那我不能收拾孤花老师 童年和王大姐刚来到张大哥家 一进屋 张大哥就直呼 认识王大姐 一了解才知道啊 两人原来在一个单位 并且啊 张大哥说了 年轻时啊 就对王大姐 那是很有好感呢 人好人 我给单位那时候 我挺了解的 人不错 还挺了解的 要是你不属于我 我挺属于咱们这位人的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 他认识我呢 他男的肯定是活跃一点 不像你的 我一见面一看 一个单位的 那你原来这个印象咋样呢 印象不错啊 印象挺好 我跟他也说了 他在单位人吧 还是挺好的 他性格挺好 在单位那时候 我就我看中你了 你可能你那天还没结婚呢 印象咋样呢 印象不错啊 再再一看大姐结婚 是吗 这都是缘分吗 对 是不是 是缘分 在单位的时候 我就吵这个人是不错 哎哎哎 他说心里话 因为啥呢 那天你有家 咱不能乱聊是人 我眼睛挺多 他一进来我一吵 那是他 我挺相忠 原来年轻时张大哥就见过王大姐 并且对他印象不错 可没等张大哥和王大姐说上话 再次见面 王大姐已经成了家 可没成想 时隔三十多年 两人却在相亲时见了面 你说这不是缘分吗 紧接着张大哥赶紧介绍起自己 让王大姐多了解了解他 我这啥就是复养回来 我就分的玻璃厂了 那是归父母单位嘛 他还了之后我就调走了 完了我就调到板菜市场 在板菜市场退休的 那我预约工资就是 里外里就三千块钱 咱们俩人那时候的生活费 肯定是够用 是不是 你开不开钱给我没关 我不要 我不尽管钱 就是可咱们工资花 你需要多钱你就花多钱 我是本这个原则 就是说你管 你要想跟我成个家 就是这个钱 工资钱给你 你自己管 再说我还能在外干活 我也干家装 大哥这家装干也要挣不少 哎呀我干十多年呢 还行 在一起就毕竟要是他信任我的话 他就愿意工大姐 过日子白号交给我了 我这也不是说像一天不正业的人 也想挣你八百早个后半生 这是不 能感觉到张大哥是真想中王大姐了 上来第一点就是以后你当家 真是给足了王大姐安全感呢 让王大姐觉得大哥也是真心想和自己过日子 也表达了钱不在多少 最重要的是俩人心能往一起想 能干了我就多干的 多干的咱不是生活多富一点吗 是不是 也为了给大姐一个后一个保障 对 是我也想找一个成型给我能过后半生的 到老了就有这份工资 最起码就不用出去去挣去了 因为咱也不年轻了老了 你也五十多了 五十七了 对啊 你给我六十二 六零年的 你属 属号的吗 我属楼 是他这睡觉还行 是不是他比我大四岁很正常 挺好 是不是 要我这年龄要是找睡 找睡带小点的 你也愿意再年轻点 你说是不是咱也知道这种感觉 他这种形容跟我还可以的 他形容挺好 自己包饺子 我就自己包 他没有你在饭店做得好 我就愿意做 愿意做也还行 我愿意做饭 我点不对就是给他们做饭 我做饭就家常饭还行 一般上桌的饭做不了 只要说他们是能点吃的 我全能做 他挺好 还挺正经的 挺好 让我上桌的菜好像拿不出一几个 我不需要太内肠 就是说你做不了我可以做 我不晓得做这个做那的 但是我忙的时候 你帮我收拾 我就希望有个仗义 对于张大哥的手艺 王大吉真是赞不绝口啊 这时张大哥说了 我不仅做饭可以 就连收拾家务 那也是很在行的 我这一天得擦好一遍 真的我就 你擦天前擦好一遍 别的地钱我买一遍 那跟这没关系 因为我这就是这样的事 早上起来 别的先擦 把地擦完了 我得先出去溜到一圈 三个钟出去溜到 溜到七个钟回来 回来要吃饭之前 把地就擦上来了 擦完了再做饭 做饭就吃 就这回来 一天就这回来 就是这家伙子 活着方面他都会做 挺好 咱就说 张大哥真是个居家 过日子的好男人啊 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王大吉和张大哥 共同话题 那是越来越多啊 这不聊着聊着就发现 两个人性格还特别的像 我性子急 我性子急完了吗 还只是有啥我必得说 那咱俩都差不多 我性格也急啊 我要不说我还不行 毕业的难受 我性格也急 反正在一段时间磨合的 反正有孩子的 磨的时间长了也磨差不多了 反正大哥大姐虽然性格急 但不是那种造的人 我不是因为啥呢 我要是想干啥 我今天明天想干啥 我今天必须要准备好 明天必须得干 我要不干我心里就难受 差不多 我要是赶紧好 咱打比方吧 说了今天要洗澡 没洗上 我根本不知咱 对得去洗 我就是干活 我不管干啥 大大姐 过日子这家人老历人 从年龄到性格 两人可以说是很对皮子 他们也是越绕越融洽 可聊得正好的时候 王大姐告诉红娘 他有一个顾虑 不知道张大哥能不能接受 要是我家现在就是 我姑爷是夜班 白天他在家睡觉 晚上不给家 就我和孩子 我姑娘没得本事 暂时要是过来的话 我过来不了 我问题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我好像冷不下 就是还上学了 我可以出来 在一起相处相处了 白天 白天行 行 你就是有啥事打个电话 如果想处的话 咱们跟电话沟通 接是正常 你就是接送的 咱们都可以 我是本正原因是啥 你说过日子吧 咱们是给孩子过的 不是说给咱们自己过 可以陪你一起送孩子 咱们一起送 所以我们被单独了一二走 我还想出了一下 我就是俩人一起走 像大姐生时的时候 白天啥的一直都没啥事 你们俩要是你插工休息 你们俩一起来家里 撈撈嗑啥吃火饭啥 我觉得没啥 对对 那倒无所谓 就是说你啥时候过来 就是说的 就电话沟通嘛 是不是 赶倒点身接孩子 俩人去 你看看 张大哥对于王大姐 提出的任何要求 真是全都不介意 这让红娘觉得 两人今天这相亲 是八九不离十了 可就在张大哥想着 多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时 王大姐这边有了疑虑 这是咋回事呢 我们家 我大姐最大 今天七 七十五了 我大哥今天七十 都七多岁了 那我二姐 我二姐今天是七十 七十七 不是我二姐是六十七 我三姐是六十六 所以说咱们家这帮人还行 他从来 他说的参加就是 他姐妹啥老来 我不希望就是 家里的老上再来就缠户了 她是过年 过年时候 不就姐和妹在一起吃饭吗 我心打听 毕竟我是就是 就是二魂嘛 你说一缠户 这么好 这么不好 这么好 人一多是不是就麻烦事多 她是老娘样 那她的简子都已经七十多了 都可能就六十八九快七十 是啊 岁数大了 来了你才不能 你不像小孩 那个我给你口吃的 给你买的好东西 你打不好了 他又追不了是吗 也是 对对对对对 他意思我好像就好像是受不了 你岁数一大 你还没法说 刚才大姐跟我聊 就是有一个就是了解了解 就是说大姐 大哥刚才说说 就是姐和妹啥的 有时候就在一起去 这个你放心 阿娘 阿娘 阿娘啥说了没有 我说了 刚才我二姐 我三姐给我打电话了 问我怎么样 我说还没看人呢 我说大姐 跟他们说了 今天相信 我必得说 大哥老重视了 我有事吧 我必得告诉他们 你家他只是我 因为我姐说了 你这回找我 你好过日子 每一天就慌慌了 是不是 挣的钱都慌了 挣的钱就慌了 没家呀 没有后资 你说现在有个家了 你不得考虑 家里什么部分 那比如说 就偶尔像过年 这些的 过个姐 一起吃过饭 然后吃完饭就 那没问题 那没问题 其实来吧 没啥时候 那要行就行 对吧 您不是说 那个大姑姐多 什么婆婆多 事多 咱说心里话 是不是 咱 咱想到啥 咱就说啥 能感觉到 王大姐对于家里亲戚多 还是有着担忧的 看这两人的相亲 僵持不下 猴娘提议啊 既然担心 那不如咱们见解 面对面的交流 才知道能不能融合在一起啊 这样吧 我行的就是 那个大哥姐姐什么的那些 还挺就是说关心你的 我行 你人跟这样的姐姐啥的 叫上大姐 咱们一起吃个饭 行 是不是行不行 行 了解了解 毕竟吧 就是竟然觉得想相亲相处 因为王大姐还要借外孙女放学 两人决定明天再了解了解 到了第二天 张大哥提早订了饭店 叫来了一家人 准备好好的介绍介绍 那他们的相亲会是咋样的呢 广告之后 相亲继续 你就像家人一样 到动情的时候 有伤感地方的嘉宾 你也掉眼泪 说明这孩子有爱心呗 的确 我就是红娘离 眼窝子最浅的那一个 我会因为撮合成一段姻缘 高兴地跳起来 也会因为听到你们的故事 陪着你们掉眼泪 每一次见证幸福和感动的时刻 也终将会成为我最宝贵的回忆 我是原来不晚的红娘孙茜 成一段姻缘 结百年好合 我在原来不晚 努力为你们撮合 王大姐和张大哥 无论是性格还是年龄 都对彼此挺满意 就是了解到张大哥家 姐和闷多 怕自己融入不了而担忧 第二天张大哥 叫来了家里的兄弟姐妹 准备好好的 向王大姐介绍一下 张大哥 哎 哎 哎 那是我二姐 那是我大姐 中间那是我大哥 这是我大姐夫 我三姐夫上班没来 女儿没来 谁啊 你女儿啊 她同意你再婚了 她都不用管 都不用问她 问她没用 她说有什么说法无的 她有啥说法 她都不管她的还行 那现在的话 就是像那种家庭聚会 这种的还多过来 也多 就方便过节了 过生儿啥也在一起 平时反正也都挺人 都在一起 人家都有个的家 对 都挺忙的 我孙儿大了 自己家 照顾自己家 哈哈哈 不像小时候都在一起 小时候不行啊 小时候在一起 又老妈啥也都在一起 所以现在就是不像以前年轻点可能都在一起 对 现在都各个的了嘛 人家家的还有 又老又小的 整个有事都得管上 比如都老了嘛 各有各的就生活权了 是不是 孙儿大了 她不是说是光是一家就剩两口骨子 她毕竟她孙儿大了 底下也有人在 只剩后代下的给一起 是不是 她们能照顾她们的钱呢 就是也不一定能说是照顾 与外的事 参与事都多了 我说句话 对吧 你们俩既然走到一起了 我就有一个要求 你们俩应该是好好过 过后半辈这个余生 互相的尊重 很难遇这么好的人 我看他呢 也比较拿一些本分 说话挺干脆的 说是当姐 人家和我们这个哥和他的姐 我们都是这个希望 不关咋的 今后的生活 你们俩一定要安排好 真难遇 这么多 在城市这么好的 他都能遇上 有缘分 对啊 既然有缘分 你就要把这个缘分走下去 谢谢大家一个这么反诚 我就知道了啥回事 感觉她对我好像挺满意的 没啥说法还行 大哥我感觉也对大姐挺满意的 大姐觉得能不能跟大哥相比相比 行行行行 先出出看看呗 看着大哥大姐的缘分 得到了大哥家人的认可 红娘这心呢也就放下了 大姐说 无论投婚还是再婚 婚姻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只有得到家人的祝福 这日子过得才踏实 那在这呢 我们也祝福大哥大姐 能在两大家人的期望下 越来越幸福 让这份迟来了三十年的缘分 能够长长久久 甜甜蜜蜜 那好